为什么狗杂只能装消音器,不能装消音器和补偿器呢? 实际有12把步枪,有11把能装枪口 可就只有狗杂不能装消音和补偿器,只能装消音器 为什么会这样呢?原因有两个,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 1.还原现实 狗杂在现实的原型是俄罗斯的OC14步枪系统 这个步枪系统中有下挂、榴弹发射器、消音器 可快速更换的短枪管、独特的垂直握把等等 如果光子想还原现实的话,不还原下挂、榴弹发射器也就罢了 最起码要还原枪口和握把,所以就出现了枪口只能装消音 也能安装握把的情况,这也算是致敬现实了 2.为了游戏平衡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点,光子完全可以不顾现实的 可他偏偏要把枪口还原现实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狗杂在游戏中太强了 伤害是47,射速是12.78%每秒 因此秒伤高达600.66 近距离凸脸非常强势 如果再能装补偿器,那狗杂的后座力就更低了 狗杂就会过于强了 而消音器也能略微降低后座力 装上也还是会影响平衡 综合以上两点 所以光子才让狗杂只能装消音器